這個時候就OK了 有沒有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怎麼樣 這個應該前面都講過 第二個就是我們要再做第二個按鈕 第二個按鈕是什麼呢 就是沒有公式 直接把結果做完丟過來 就是這個按鈕 那這個按鈕怎麼做呢特別注意喔 輸出一樣是合格不合格 可是後面 這個我們一樣先 回到剛剛好了就是清除的部分 清除 所以先清除先寫好了把這個複製一下 這個就清除 OK所以你會發現所有的東西你可以什麼都不會寫沒關係你至少會先寫清除就好了 清除 有沒有 所以 由清除衍生出來的嘛 那清除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這邊當然合格 如果當然第一個如果你現在打這樣子 for I 等於第2列到第7列都輸出合格的話那這樣執行 變全部都合格 可是不對啊 我有的是合格 有的是不合格 你不能全部都給我合格啊 所以怎麼辦呢 你只要在 上方加一個邏輯判斷 什麼邏輯判斷呢 if 這個我前面有寫過if 什麼呢 根據什麼呢 它同一列的 依然 依然裡面資料 所以把這個資料 放到這邊判斷 是不是大於 等於 六十 大於 sales 的什麼呢 idea的依然 就是把那個資料 意思就是說把這個資料幫我從這邊幫我放過來 是不是大於等於六十的話 如果大於等於六十的時候 然後 then做什麼 後面的話呢 才是輸出不合格 反織 如果你要反織多學一個 叫else else就是反織的意思 後面一樣 這個我記得我們前面好像有寫過類似的東西 有沒有在那個 我們那個什麼 做151那個什麼 刮鬍自串裡面有吧 那反織的話就輸出不合格 所以按個TAB鍵 把上面這個 放過來 複製下來 我是按CTRL鍵 它這邊打個不合格就可以了 好 程式就大功告成了 我們已經寫完三個按鈕 執行看看 OK 執行 合格不合格 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這個 主要可能會比較 有問題的應該 比較 特別的應該是在什麼 在回圈裡面 多增加一個 邏輯判斷 如果 這一個資料 所以這個成績 搬到 它就複製過來的意思 複製到這邊來 判斷是不是大於等於六十的話呢 就輸出合格到哪裡 到這個H 的這個位置 所以它就輸出到這裡 反之的話呢 像如果抓哪個 抓不合格 這個53 來抓過來 如果不合格 那就是 把 不合格部分 再把它丟到這邊來 OK 好 好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